謝謝陳副總工 那也謝謝紀元小組的夥伴 還有在線上聆聽的各位 那我今天呢所要來講的呢 就是說呢主要以民眾參與呢為主題 那我們環境友善 要怎麼去做民眾參與的這個議題呢 那雖然說呢我不是民眾參與這部分的高手 但是也經歷過很多的一些場合 那我就就這一些的經驗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這張圖可能大家都已經常常看到 我們會希望說在未來我們政府跟民眾之間的關係呢 是屬於呢右手邊的這樣子的一個正向循環的部分 有做好生態保育 然後呢去做行銷把資訊給公開 讓民眾知道就獲得信任 而讓民眾願意再與政府繼續合作 去做工程上或治理上的生態保育的這一塊 那形成一個正向循環 而脫離向以往那個的一個負向循環的一個部分 那民眾參與是生態檢核兩大主軸之一 另一個主軸是生態專業人員的參與 那民眾參與呢基本上跟他離不開的叫做資訊公開 要能夠先資訊公開 才有機會做到民眾參與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就民眾參與的這個主軸 主要的來做一個論述 那民眾參與呢在一個最早的水利署 水庫及水區的生態檢核手冊裡面呢 就把民眾參與呢納入了工程既有的流程當中 基本上在一個工程裡面呢 設計說明會或施工說明會 或者是核定前的線刊 都是很重要的時間點可以 導入民眾參與 那在現在呢這兩年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不管是水與發展或者是水與安全 都把民眾參與呢給怎麼樣 民文化的列入裡面 所以呢這麼多的一個政府的一個機制來講呢 它其實已經是一個未來不可不走的一個政策了 但是呢針對於基層人員來講 與政府基層人員來講呢 民眾參與其實是一道很難跨的過去的門檻 那很多時候像有些工程師就告訴我說 我那個工程已經這麼緊了 然後再做民眾參與 根本工程就不用做了 做不下去了 那當然我們把一些常常聽到的話呢 把它給彙整下來 那常常呢那個要要NGO 可是不知道要誰 所以就找村長里長來 做了還是被罵 那這個部分民眾參與要怎麼做 細節上要怎麼執行 反而是我們基層人員裡面 所真正去需要 以及需要去做一個了解的 在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水土保持局 還是編有一本密集 就是這本民眾參與的一個工作指引 那它呢 包括了民眾 什麼叫做民眾參與 它的原則是什麼 如何去執行民眾參與 以及一些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那在這本手冊裡都有非常簡要的一個介紹 那如果需要的話可以去找水保局呢 這邊要這一本手冊 那我後面的演講就根據這個手冊的架構 基本上根據這個手冊的架構呢 來那個那個陳述 第一個我們為什麼要推動民眾參與呢 其實 手冊裡講的一句話就是 除了把工作做好之外 也能夠把工作做對 很努力的做好一件工作 但是方向不對的時候 那是有效率的在犯錯 我們常常在工程中看到很多的爭議就是 例如沒有明顯的保存對象 或者是治理必要性不輕 那幫不適當甚至不合法的開發利用來做一個保護等等 以及呢比較少去討論的 詐害風險轉移的這一個部分 最後才是生態的部分 這一些爭議都有可能造成工程最後被因抗爭 或民眾的一個意見而難以進行 例如說以最近前瞻的例子來講的話呢 我是從我們的島 隨便幾個他重要的一個工程結錄下來 就有什麼金門金沙西 把歐亞水踏的一個棲地跟廊道呢 給怎麼樣整個產平了 那台中南四溪呢 把那個南海折縣的棲地也給產平了 那最大的一條大概就是 大家都知道通宵的石谷生態公園 甚至是被監察院所糾正 因為他把石谷的棲地跟通道呢 全部做了這個工程 那在工程單位來講 未能掌握生態情資 是常常有的事情 但是就算我們沒有辦法掌握生態情資 如果先期有做民眾參與跟資訊公開 有找到對的人去問的時候 這一些問題有可能都不會發生 不會到花了大錢這麼的努力 結果還是怎麼樣 被民眾罵到臭頭 公務員實在是非常的委屈 所以呢 基本上民眾參與呢 在這個地方就很重要 我再提一個我自己經歷過的例子就是 公共電視有另外一個議題就是 保利溪口 屏東水利處呢 要在這邊呢 蓋一個堤房 完成最後一里路 但是當時在做生態檢測的時候 我發現說 第一個這裡是一個完整的棲地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這邊有路線 你知道這個棲地完整 而且這條溪保利溪是NGO們跟 那個學者專家共同矚目的一條溪 讓每個工程一定會被罵 所以在於這樣的判斷之下 覺得不太對勁 就告訴合作廠商 馮家水利中心 請他們 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 結果他們去找海生館的 韓喬全老師 李政彰先生過來看 然後果然發現 這邊基本上是一個路線的棲地 然後有好幾種新種的路線 在這邊發現 還好那時候有去多問了一下 不然如果這個工程 這個堤房做下去的話 他可能是不亞於十五公園的一個重大事件 所以這個時候就辦了說明會 鄉民 代表 那台灣五大路線專家的其中四位 都到場來關心了 那在了解整個狀況的時候 其實就發現說 這個地方其實呢 他不做也沒有關係 並沒有那個必要性 最後決議怎麼樣 就停止這一件工程 停止來講 對於地方政府是有壓力的 但是想想 總比變成前面的這一些利品 來的好太多了 好太多了 所以呢 民眾參與呢 就是呢 就是要把工作做對 然後呢 我昨天聽到了一句話覺得很好的 叫做不要埋下衝突種子的勝利 我們可以用很多方法達成我們的目的 取得勝利 但是可能當中也埋下了未來衝突的種子 我們希望不要做到這個地步 我們希望說能在前面所有該處理的事項 全部處理好 把可能衝突的從子都怎麼樣 拿掉 那這個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 所以呢 民眾參與主要就是在整合意見 贏得民眾的支持 建立民眾的一個信任 進入公共的討論 最重要的是 我們往往會在工程當 工程設計 往往會在不盡人意的方案中做選擇 今天民眾參與引入了民眾 其實也是臥虎長龍 還有各方專家進來 討論的結果的方案 我在我的經驗裡 往往會比原方案好上許多 那這個差異有時候是非常大的 那當然後面的這個就是一個公民教育的部分 培養一個有一個願意跟政府合作 以及願意提供政府呢 這種爭扁的公民 能夠有效的讓政府的工作做得更好的 這個也是需要去做培育的 所以呢 這張圖我也常常拿出來 我們生態在地理工程生態最重要的兩點 就是第一個降低非必要的氣力破壞 第二個保留自我修復的能力 那用的手段包括了必要性的部分的釐清 以及迴避縮小減薪補償等等 那實際上呢 在一個公民參與或民眾參與來講的話呢 他是諮詢以及資訊公開公民參與 基本上就只在做必要性迴避跟縮小這三件事 也就是說一個工程要考量生態的時候 最優先考量的部分 就可以在民眾參與這裡來達成了 那當民眾參與OK 確定了要做這個 我們來看怎麼縮小減薪跟補償 比較後段的一個工作 那民眾參與我們要請哪些人來呢 人一定要請對 請錯了人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效的 例如像綠川的話呢 聽說辦了200場的那個說明會 可是後來還是引起了很大的事件 就是表示說 他那個民眾可能都是找同溫層的民眾 然後可以配合的民眾 形成那種萬民擁戴的一個取勢 可是做完之後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人 並不認同這種做法的時候 衝突就會起來了 那有點就是白做工了 那我在這個台南分局的 萬安清水公園的案子裡面呢 部落的那個部落會議 也得的一個裡面的一個人 也講了一句話就地主的利益 不等同部落的利益 所以我們可能也不是地主啊 村長找來談一談 好了民眾參與完了 那社區部落這個部分的一個同意 有時候在甚至在原住民地區 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們要考慮到溪流在文化上的一個意涵 以及我們最不常做的就是 去找那種 我這個做了都下游會淹水的那些人來 為什麼 不能找 找的事情就大條了 但是實際上要去找 為什麼 我這邊水總要有個地方可以去 我這邊怎麼樣 順了水一定會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的人在我們這個工程之外 實際上是要整體做考量的 這個部分基本上在各機關都會被忽視 但是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還有機關跟機關之間的整合的問題 例如跟水利會的水權問題這一項 這些其實其他機關也是民眾參與 應該納進來的部分 以避免造成機關間的一個衝突 另外 我們從環境面來看這個多元利害關係人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要避免同溫層在那邊自嗨 溝通一定要找對人 找對外部的人 而且要找到外部具有代表性的人 例如說生態關注團體 他是一個衛生態系統的一個健全發生的人 還有呢還有誰 公共財的使用者 例如呢 在溪流活動的許多人 例如獨木舟隊 塑溪隊 生態研究單位等等 不要工程做了某個研究生就避不了業了 他當然要出來跟你拚命 這些基本上都要怎麼樣去考量到 考量到 那如果有考量到這些 像在南投分局查山部落的例子 他的生態的 他的生態工程這部分 生態友善這部分的設計 可以切合部落的生態的民宿 跟旅遊的需求的時候 那這個地方基本上發展很快 而且社區會自主管理 所以呢 推動民眾參與 大家要注意什麼呢 民眾參與是有目的性 必須經過設計 了解多元利害關係 以及聚集能夠有多少的授權 最後必須要得出一個結論或答案的 而不是 邀請大家來 大家那個講一講 然後議題發散 然後就會議結束 會而不議 一而不決 這個是最好 是不要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好 我們現在講講民眾參與會有哪些方式呢 主要來講原則有四個就是 簡易 通知 諮詢 參與 跟合作 通知跟諮詢呢 用在較小爭議的案體 或者是呢 我今天資訊會比較簡單的一個案體 如果呢是比較大爭議的案體 以及資訊很多的案體等等 可能都要邁向參與跟合作 目前來講 我們工部門做的大概是前三個通知諮詢 參與上次最多的 目前合作的話呢 我目前還沒有找到 就是具體工程這部分來講 還沒有找到很具體的一個案例 那通知來講就是單向說明的說明會 我告訴你 要來做工程了 那對方基本上不會有一個回饋的機會 Fusion的話呢 就包括了訪談 現攤 座談會 或論壇等等 去做一個多方意見或觀點的收集和討論 那其中呢 參與的話呢 包括了例如工作坊 工聽會跟聽證會 這個具有法規意義 比較正式的一個會議 那當然我們要知道 我們常常發現說呢 名詞勿用 常常叫做工作方 可是那個大家並沒有互相討論的機會 或叫那個論壇 大家並沒有互相討論的機會 這個要避免名詞的勿用 在合作的話呢 我發現水保局其實各分局 有一些區域平台的建立 很接近合作 他不是這麼的法律規定的一個東西 但是有一個平台建立 然後把其他機關 把各個機關 把NGO 把民眾拉進來 大家一起來想想 我們要怎麼做是最好 最符合民眾的需求 那在水保局來講 當然 那個已經在104、105 就已經推動了一個 民眾參與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的一個民眾參與流程了 那當然當時也在各個區都辦了 各個分局都辦了 那個座堂會收集大家的資訊 那在台東分局來講呢 他也依照他這一兩年呢 依照他本身執行的經驗 以及參考前面的這個 這個 這個綜合治理計畫的 民眾參與流程呢 那來寫了 也擁了一份 屬於台東分局自己的一個民眾 參與的機制跟流程 那包括了主動溝通 主動溝通就是我們主動把事情做好 讓後面的一個衝突不會發生 以及被動溝通 就是當呢 民眾有意見的時候 各政工程有意見的時候呢 我們要怎麼跟這個民眾來說明溝通 並且把民眾的意見納進來 讓這個工程可以更好的一個做法 那今年大概也在其中一些案件 像森永五福谷西啊 阮山湖這個地方啊 來做一個試行 那在最常見呢 各分局會辦的大概就是 設計說明會跟施工說明會 這也是在生態檢核流程裡面 最基礎要去強調 根據各個個別工程 都要有一些民眾參與的難路 就是一些在地的NGO啊 然後文史工作者啊 或者是一些關心民眾 能夠拉進來 尤其是那些具有話語權的人 拉進來一起了解 那在台南分局來講呢 也會做一些比較重要的工程 他就會做一些現場的 以及加上室內的一個 作堂會 例如像林頂的太平農堂 趕上工程呢 因為那是 隸屬於國家級重要師弟 非同小可 這部分的民眾參與就辦得 非常的一個周全 那請了幾乎關心的各個單位 都有去做邀請 那在南投分局的部分呢 有一個通常都是現場交流會議 以及一個民眾參與作堂會 這個在之前來講 基本上就是他出坑吊橋三期工程那邊 基本上雖然設計的是比較做生態化的設計 但是有NGO還是認為說 這樣的工程規模太大 太外面太大了 那在網路上呢 有一些建議跟看法提供給那個分局 分局從善如流 基本上就在這個場合 把NGO邀過來一起溝通 那告訴他們說 為什麼這個工程必要性在哪邊 我們做了哪些設計 以及後續恢復的一個監測等等 那當然那個也討論結果是 呃... 出坑三期呢 就暫停了 然後持續跟NGO溝通 這樣的做法 在總局的部分 他就拉的比較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程序是比較不一樣比較高的 他就去做民眾參與跟培育的 培育的一個工作方 那大家參加工作方的時候呢 做一個角色扮演 把一個工程各個階段呢 可能會遭遇到的問題 以及相關的多元利害關係人 全部用不同的那個便條紙 全部貼在白板上 那以釐清說工程到哪邊 可能遇到什麼問題 可能要找哪些人過來看 那這樣子的一個步驟的一個訓練 那在... 在台東分局的話呢 他目前已經做到幾乎是 合作的這樣的一個階段了 他有跟台東荒野野西小組去合作呢 來做一些激流講習跟專業諮詢等等 那野西小組呢 基本上他們非常厲害 他們去做各條野西的踏查 掌握了 台東 70條以上 這個週末聽到的消息 70條以上的溪流的資訊 他們拿這麼多的資料來跟分局談說 我們要不要來做一個合作 那基本上在以前就有陸續的有一些做堂會 那這一兩年的話呢 合作更是密切 例如在去年 林補西 踏查室內的一個 連教育訓練都邀請NGO參與 剛剛有一句話可能我忘了聽 民眾參與基本上不限行事 我今天只要能夠跟民眾 跟NGO去做溝通的場合 都是民眾參與場合 不管叫做咖啡會 或叫做公聽會 或什麼 不管 所以呢 我們教育訓練也請NGO來 大家就不同的一個觀點 來這裡做一個交流 而不是說教育訓練 只是針對局裡面同仁或廠商 這樣子而已了 那在台東呢 也有一些活動 例如守會溪流地圖啊 這樣的民眾參與 甚至引來了客家電視台的一個專訪 那他的微笑曲線的設計 現場設計討論 公示我們的島也來專訪 這個就是怎麼樣 有時候好 不要自己 不是我們自己說好就好 而是別人來采訪 別人說 這樣做基本上是正確的 這樣是不錯的 值得去宣揚的 這才是真的好 而民眾參與就是要達到 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那在總局來講 有一些計畫 希望可以在各地 建立起一個各個機關 然後跟NGO的一個平台 包括台北分局花蓮 上個星期的資料就是 在高雄的美農 以及台東分局的部分呢 也開始建立起這樣的一個 類似這樣的平台 也有已經在倡議跟準備準備 建立的 所以這個基本上已經是進入了 公私合作的一個階段 那當然還有其他 例如共學活動 那這種不管叫什麼 只要能夠溝通 就是好的民眾參與 所以在這樣的民眾參與 這不是水保局的案子 這法體稀是台中 應該是台中水利局的案子 他們有一起去做禁錫活動 漆地營造跟環境維護等等 也有很多的媒體去報道 那目的就是在跟各地NGO建立長期 跟穩固的溝通管道 NGO知道什麼議題 也會告訴我們 這些情報 基本上都是未來做環境友善 或生態檢核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情報 而不小心就踩到了生態地雷 那這邊就是基本上由NGO或媒體 主要對外來說明是最有效的一個宣導 那在這邊再講的是 後續要講就是要如何溝通 溝通必須持續重複 跟確保資訊傳遞正確 這是一部日本的動畫正確的卡多裡面 他講的是一個外星人來 我們地球人如何跟他溝通 其實他講的就是外交上溝通的事情 他講的很重要的是 用詞定義要一致 資訊傳遞盡量要降低扭曲 持續重複確認來確認 不要造成雙方的誤會 有時候一個很無心的一句話的動作 都會造成很嚴重的一個誤會 那我也常常犯這樣子的一個錯誤 所以就是要這是藝術 要不斷的自我練習 要怎麼溝通呢 那我們的民眾參與手冊裡面就要講 第一個 傾聽跟同理不要把人家的表述打斷 然後去確認對方的論點 那不要給予過多的一個不可 那個太過頭的一個承諾或期待 但是要給予答覆 不合理的要求要溫柔堅定的一個婉拒 並且想想有沒有什麼替代方案 站在對方的立堂想 那我們常常在溝通也會犯一些 謬誤或錯誤 例如說 他的論述 裡面有一點我不同意 我就覺得他整個論述是不對的 或者是呢 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假的 或者是說呢 別人可能提供了意見 但是我就會講說 那你要有要做足夠的舉證 我才會那個相信你 我才會採用你的舉證 可是往往老百姓並沒有政府的這些資源 所以呢 老百姓願意告訴我們 哪裡可能問題的時候 已經是他盡他可能的一個狀況下呢 來跟政府做溝通了 政府不應該說 你要拿出多少的研究 什麼樣的數據等等來給我看才行 這個在政府部門很常出現 這樣子的一個謬誤 尤其在苗栗的始股這樣的一個議題裡面 那樂隊花車就是 很多人都在做 所以是對的 這個我們目前大概知道 可能也不是這個樣子 那還有很常發現的就是說呢 哎呀那到底是生態重要 還是安全重要 到底是吃飯重要 還是那個開發重要 經濟重要 這種東西就是呢 把它二元論 兩極化 不是A就是B 沒有其他的選擇 那例如像這樣的常見面 在我們溝通當中 有可能會造成溝通的半角形 這個我也不知道怎麼告訴各位 這是一種藝術 我自己基本上也是常常在犯錯 而且不見得做的好 但是很努力的 再從這一些裡面自我反省 那最直接的是 我要怎麼講一句話惹怒所有人 例如講幹話 無中生有啦 說了等於沒說啦 或者是瞎話 外行訓內行 例如挖礦和養魚 這樣的說法啦 或者空污是因為民眾太敏感等等 這種話盡可能我們在民眾溝通場合 不要去講 不講大概就贏了一半了 千萬千萬 那也有常常說 例如說 民眾參與的另外一個 一體兩面就是危機處理 當民眾提出了問題的時候怎麼辦 現在有很多 大腸花啦 河西論壇啦 很多論壇 在討論這件事 只要有一個上 其他的都會引用 那怎麼辦 網路溝通危機處理 是我們政府單位目前最弱的一環 那常常會是官樣文章 那 老實講啦 雖然暗戰術不是一個最好的體標 還蠻爛的體標 但是往往很多政府機關的Facebook裡面的暗戰術 還不如我一篇邪惡的一個消夜文 那 這個部分要想想 我們該去怎麼辦呢 第一個我們從網路上可以先去觀察 民眾的觀點 以及怎麼樣 爭議點在哪邊 有沒有道理 有則加免 有得改善 無則加免 不需要去議期用事的回復 第二個是呢 我們可以用一些官方的一個資源 網路資源去提供正確的協助跟回復 例如最近那個什麼就做得很好 最近那個非洲租運 這部分我覺得這場網路戰鬥打得非常漂亮 這種宣傳戰 到目前亞洲就有台灣租運還沒進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從各方面的宣傳 大家都知道重要性 連中秋節搞漏都可以畫一幅圖說 其實海巡署天天在烤肉 他們病死豬 還漂流的豬過來 就在烤肉把它燒掉 做一個防疫的工作 這部分其實就可以 我們可以去學習 最難的就是對話跟討論 有時候對話是必須要授權的 那經過層層授權下來 通常這樣的官僚文章是 無法跟人家對話的 那要怎麼辦呢 基本上來講 或許可以參考例如對話的話 或許可以 參考我們一些 比較政府有名的一些小編 們的一些做法 經過充分授權 但是他可以拿捏那個界線 而不是也知道說什麼是會犯錯的 那盡量不要用官樣的一個文章 來做一個論述 其實總統的臉書可以看一下 他那邊基本上應該有很厲害的人在那個 操盤 所以說呢你會發現他其實出來的有對有錯 會引起話題 但是呢又可以宣導政府的一個施政 那如果被罵了怎麼辦 向南市西被罵了 危機要怎麼處理 第一個就是先不要動氣 一動氣就輸了 一論入那個意氣之爭 你回罵一句 鄉民立刻回罵一百句 而且你發現一個晚上呢 就可以累積個一兩千的留言在那邊 根本是怎麼樣 無济於是的 要先了解危機在哪邊 狀況在哪邊 議題的來源成因理想訴求 然後我們有哪些資源 有哪一些選擇的方案 在心理上一定要破除萬民擁戴的迷虛 我看過很多的報告 那報告裡呢 最後呢這種民眾參與啊 或者是民眾的一個諮詢溝通啊 最後都是大家一致贊同這樣 那我們明眼的看錯知道 絕對不是這麼回事 會一致贊同表示他沒有找到 可以給一個正面的有效的建議的那一群人 那我覺得避免這樣子做的時候 基本上也贏了一半 因為我們要站在民眾的歷程替他想 那這個是在去澳美公關的一個 危機處理的一個方法 溝通跟管理雙管齊下 第一時間呢回應 做一個對的回應 然後判斷優先順序 控制發展狀況 該負起的責任 該善後就去善後 例如說 舊南四溪的例子來講 水利許說無影響 這個就是那個什麼 不是笑話就是幹話 明明影響在那邊 他就是說無影響 但是呢 過一兩天可能那邊立刻有人知道有問題 台中市政府立刻出來說 那個尋求合作保育 這樣講不是非常漂亮嗎 對不對 把有意見的人拉進來 雖然傷害已經造成了 但是我們有誠意 我們來看看 後續可以怎麼去處理跟彌補 那這樣我覺得是一個是比較好的方法 而不是這樣的一個官樣文章 抱歉 如果當中有那個水利局的 我在這邊跟你們說個抱歉 在台南分局就遇過一件事情 就是萬安清水公園跟午餐解析 這個工程呢 被一個平科大的學生呢 PO上FV 然後覺得他這邊的胎蛙面過大了 這個問題基本上有可能釀成風暴 那時候好像星期六星期天晚上 我就收到了這個消息 就趕快哎呀 要來做一個緊急處理了 那時候的承辦是 侯總昭承辦 他其實基本上在第一時間 就在這個PO文下面 專業回應 告訴人家 第一個他也是熱愛生態的人 他對生態的認知是怎麼樣 第二就是這邊的災害點在哪裡 必須去處理 第三就是他的一個設計 如何盡可能的 一個維持這一條野犀 後來可以恢復的潛力 然後他那個過一陣子 大雨之後 野犀回來 他還去那邊做 自己去那邊做調查 還發現 謝類什麼都回來了 也傳了照片給我們 那這樣子其實在第一時間 專業回應 闡述事實跟決策理由 後來的回應 都是專業的回應 那種嗜血的酸民們 就不見了 真的就不見了 回來的就是 各方不管好壞 但是就是舊專業論專業 絕對那個吃糙品沒有不掉芝麻的 但是掉了芝麻 我們來討論 要怎麼下一次不掉芝麻 這個就是一個很正向的一個回應 一個討論 那我想這個部分 當時做得很好的一個部分 好 民眾參與的另一面 Q訊公開 這邊也可能要 這邊就是提醒水保局 Q訊公開 目前一直在各個地方 一直都在NGO在提這件事情 不過地方政府 基本上 地方單位基本上 根本沒有權限跟能力來處理 Q訊公開這件事 或許需要總局 或者是更高的階層 來做一個統一的處理 這是我把地方的一個 一個聲音先帶上來 Q訊公開來講 在之前 增南屋計畫的時候 他都有專屬網站 公開檢核表的資訊 但是在我們這邊來講 似乎這個部分 有也是檢核表 一大堆東西丟上來 而沒有去分門別類 成為一個有用的一個資訊 那在以前 增南屋有一個資訊公開的 一個辦理原則 那可以用各種的方式公開 但是現在應該最方便的 就是網路嘛 所以各分局的基層 其實建議我把它反映就是 資訊公開的時間 內容方式 跟作業平台 不是分局局限可以決定的 希望總局或更高 層級統一致進定 讓基層得以遵循 上面做好了 底下說要推 基本上遊戲規則定定 底下就可以去執行 那沒有一個分局敢說 貿然的推動 例如核定階段 就要資訊公開 大概沒有分局敢這麼做 危機處理很重要 但是我認為真正重要的是呢 危機發生之前就把危機消滅 例如我們看復仇者聯盟 他們都在處理危機 我們看電影覺得很開心 可是在另外一部電影 叫做火焰末日 看裡面就講了 一個國家需要英雄真可悲 因為當處理危機的英雄出現的時候 表示這個國家的制度已經沒有辦法作業了 沒有辦法作業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危機還沒發生之前 就把它給處理掉 例如台東分局的 岩平鄉的鑾山智宏農堂 就是鑾山湖這樣的一個改善工程 那邊曾被列為國家的暫定師地 裡面金線蛙、川山甲、石線蒙等等 有這些重要物種 那因為這個湖 那個是蓄水農堂 人造的蓄水農堂 日據時代就有 後來發現會漏水 那可能要去補漏 那當然我們第一時間聽到的 耳語的消息是 要整個用混凝土把它周圍全部空起來 不過可能在內部就已經有人覺得這樣可能是不對的 好 他們就已經縮小的範圍 就可能會漏的這個部分來做處理 怎麼樣 永遠先做內部的溝通 內部跟生態團隊 以及可能有內聘的專家 先做完溝通之後的一個結果 再拿來做外部溝通是最有效率的 那如果不內部溝通 原本的那種三面光的 就拿去要去給NGO 要去跟他溝通 那當然是 長白了就淘打了 所以永遠要先做內部溝通 先知道問題點在哪裡 我們把所有的一個敏感區 跟一些相關的建議全部列出來 然後工程再去做設計 設計完了 而初步比較符合生態的設計 再去請各個專家跟地方的人士 跟NGO來看 這樣好不好 專家跟學者專家跟NGO 也會提供一些非常好的建議 例如 例如楊坤成大哥他提供說 基本上做一個很大的一個燃水燕 把水燃起來 水還不見得燃得起來 然後可能會浮流到底下 4、5公尺會有問題 燃水燕本身就是對生態一個很大衝擊 對溝流生態很大衝擊的東西 他就建議以前農民的習慣 就往上 然後在上面做一個簡單的取水裝潔 利用重力流 就把水怎麼樣 引進磷山湖 然後磷山湖補漏完成 外面磷山溪的水可以引進來 補水就會恢復以前的一個高度了 這樣的做法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呢 就重散如流的 經過一些例如多孔隙的一個 補起來這個固案的一個建議 以及那個六路線 是經過最不具生態敏感度的一個地方 最生態影響最小的一個路線 那基本上取水往上 用重力流的方式 這樣還要後面維護管理的經費 跟成本還可以降到最低 我們發現說 後來的一個設計 比我們原先提出的還要優 這個就是民眾 而且是所有民眾都認可的 我們未來會得到的一個爭議 也會比較小 所以呢 民眾參與很重要 但是實際的生態作為跟成果 一定要展現出來 沒有展現出來 比方民眾參與 基本上是說這種民眾人就 都不是傻瓜 他們都看得出來 在台南分局呢 抱歉我只就我比較熟悉的分局 舉案例 在台南分局 在上個星期也開了賈河的一個NGO的一個座場會 在那邊 所以要建立其實美農的平台 在賈河上游呢 一開始要做之前 就知道這邊是局限分布種的菜式折瀉的棲地了 後來就把很多單 很多NGO都拉進來 這裡是菜式折瀉的一個重要棲地 工程大概要做在這個地方 那後來知道了一個問題所在 就把那個美農愛鄉協會 或者是高雄的野溪調查小組 全部拉進來 大家給意見怎麼做最好 當然在施工當中 因為施工營造的一個 營造廠的一個落差 有一些部分是跟我們原先討論的 友善措施會是不一樣的 但是也是當場舉出 當場 在施工的時候 當場舉出 當場去做一個改善 當場做改善 那後來呢 這個也是促成了在美農這個地方 那個公司協力的一個契機 那最後的設計 基本上還是比原來的優的 這是完工後的一個樣貌 那完工後大概一兩個月 我就可以在工地現場 找到蔡思哲現在在水線下擋動主巢了 我們可以化為極為轉機來共融解決問題 這是那個彰化東溝大牌 原本這邊可能都要水明化了 但是經過民眾參與之後呢 目前這個大牌 還在那個協調當中 應該還在看看後續要怎麼處理 所以這麼漂亮的一個大牌 但是在水利上來講 有可能會怎麼樣 是造成 那個那個那個會阻礙水流的呢 看兩邊要怎麼樣去磨合跟協調 那所以呢 看到別人的案子的時候 我們要想想 我們水保局這邊 能夠用什麼方式做得更好 利用他人犯的錯誤來讓我們更精進 最後呢 我推薦一些人 例如台南分局的林鄭元先生 他是非常厲害的溝通者 包括機關內部的縱橫向溝通 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所以如何跟我們常常遇到的成敗 是沒有辦法橫向溝通的時候 所有的案子都推不動 但是他可以橫向跟同事溝通 縱向跟長官溝通 做得都非常好 或許這個東西 可以請林鄭元先生來看看 那像台東分局的莊玉斌先生 他對外部溝通 以及跟荒野那邊的溝通 以及變成合作的關係 就我覺得他是一個 做得非常好的一個人 那如果如何有效溝通 當然就要找那個 全書會的楊志斌秘書長 那那本基本上 那本民眾溝通的一個手冊 民眾參與的手冊 基本上也是楊秘書長的團隊協助來編撰的 然後台東發言的楊昆成先生 他是從外部來說 我要如何對機關溝通 這個部分如果說 有機會的話也可以請他來演講說 他是如何主動的去找機關來溝通 而最後有機會形成這種台東的一個 台東水網這樣類似平台的一個倡議 或者是契機 那這些人呢都可以推薦給大家 因為我在我的業務範圍裡面呢 他們是做得很好的 那這就是我以上就是我的一個分享跟報告 感謝各位的聆聽 好 因為要感謝